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跑男迪丽热巴和贝贝一起拍照,感觉迪丽热巴太不容易了。 改名为奔跑吧的跑男第五季马上就要进入双女主模式了。 Angela Baby回归,迪丽热巴继续留任。 然而本来可以和睦共处的两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在很多网友眼中却成为了对立的两面。 局势一度演变成,有Angela Baby就不能有迪丽热巴。 有迪丽热巴就不能有Angela Baby。 不同的是,在Angela Baby没有回归的时候,支留迪丽热巴的声音比较多。 而在Angela Baby确认回归之后,支留Angela Baby的声音比较多。 但要小编说,留不留谁的争论,全拼个人喜好是没用的。 还得有理有据。 比如说,看看谁付出的更多,谁就更有价值。 这是跑男团全员在捷克的布拉格录制最新一期节目的大合影。 八个人,一个都不少。 照片看起来每个人都很棒,但其实为了拍个照。 迪丽热巴可比Angela Baby,比任何人都付出了更多。 照片是这个样子拍出来的。 迪丽热巴比较高。 为了让男生们都能够很好的入镜,一双大长腿扭成了奇怪的形状。 感觉迪丽热巴太不容易了。 可是她的脸上还是挂着快乐而满足的笑。 迪丽热巴拍个照尚且如此,在节目中的努力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团体还有什么理由不要她? 毫无疑问,如果让节目组非要选一个的话,留下的一定是资源更好,人气更高的Angela Baby。 但从始至终,节目组也没打算支留一个啊。 况且两位当事人也不见得有我没她。 网友们又何必为了一件做不了主的事情去打嘴仗呢? 迪丽热巴是新人,挺不容易的,应该多一些宽容。 Angela Baby是老人,也挺不容易的,应该多一些放过。 用薛之谦的话来说,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没必要非争个你死我活。 你说对吗?